很多朋友在家里熬大骨汤的时候,颜色不够浓白,要不就是有很大腥味 其实,只要记住两放丝不放的技巧 熬出来的大骨汤,汤鲜味美,颜色如牛奶 水里面加一勺盐,再加少量白醋,搅拌化开 淡盐水可以更好地泡出骨头里面的血水 白醋可以让骨头里面的营养物质更快地释放出来 把骨头放进去浸泡一个小时以上 泡制颜色有一点发白,清洗干净,冷水下锅焯水 加入适量的高度白酒去腥 随着温度慢慢升高,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浮沫 这些都是血水形成的 有浮沫的时候就要开始打捞,不要等水开 这样能最大程度的减少腥味 不及时捞干净的话,腥味就会跑到骨头里面 开锅以后把浮沫撇干净 焯水时间大约一分钟左右 炒好以后捞出,放温水里,把表面的浮沫清洗一下 切记不要用冷水,骨头愈冷收缩,肉质会发柴 汤熬出来也不会浓白 锅里面放一点猪油熬化 把洗干净的骨头放进去,中小火炒一下 直接加水就熬的话,味道会稍微差一点 炒至颜色微黄,往里面加入开水 加开水熬汤,汤才会白,跟熬鸡鱼汤是一个道理 再次开锅以后,把表面的油和浮沫撇一下 这样汤更清爽一些,不油腻 熬汤最好用不锈干锅或者砂锅 水尽量一次性加煮,中途不要加水 熬汤有四步放,第一不要放花椒 花椒一般用于炒菜或者卤菜 放到汤里会影响味道,而且汤也会变黄 第二不要放大料,大料会掩盖汤的鲜味 一般用于红烧菜或者卤菜 第三不要放葱,葱在汤里面熬的时间长了 会有一股葱臭味,第四不要放蒜 蒜一般用于凉拌菜或者炒菜 放到汤里会直接废掉一锅汤 通过前期的处理,我们只需要加入姜片 就可以很好的去腥 熬汤的时候也不要盖锅盖,让腥味能够挥发出去 这个是熬了一个半小时以后的效果 汤已经变得非常浓白 肉质也比较软烂,完全不用担心会有腥味 把提前切好的冬瓜放进去,加入盐调味 基本上肉类菜都是后放盐,先放盐的话肉质会发柴 把冬瓜也炖至软烂,加入泡熬的枸杞就可以了 这样熬了大骨汤,营养美味,汤白如牛奶 喜欢的朋友麻烦伸出您发菜的小手,点赞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 主页还有更多美食视频,我们下期见 大家好,我是董虾明 很多朋友不知道炒糖色应该是用水还是用油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容易掌握的方法 先不开火锅里加水,加入白糖 加一点油 在糖能被熬化的前提下加入最少量的水 糖和水的比例可以是1比1,也可以是1比0.5 水放的再多最终还是要蒸发的 随着水被蒸发完 糖有一点粘稠 这个时候倒入炸好的花生 燃气到含有温度的需要端到一边操作 不断搅拌花生 糖吸的温度会慢慢降低 会包裹在花生表面 糖吸的温度彻底降低后,挂霜花生就做好了 一只脚腕花生成一粒一粒的 花生可以用山楂或者其他干果代替 第二阶段继续开小火熬 糖的颜色会加深变成香油色 这个时候关火倒入炸好的红薯 快速翻炒几下 要想拔丝不断的可以加一点食用油 几秒钟以后就可以拔丝了 装盘的话盘里可以抹一点香油 一道拔丝红薯就做好了 第三阶段继续开小火熬 糖的颜色会继续加深成为琉璃状态 这个时候可以做冰糖葫芦 也可以穿一点香蕉橘子或者其他水果 酸酸甜甜的冰糖葫芦就制作完成 流离状态继续开小火熬 此时加入开水烧开 糖色略带甜味 这个时候可以给甜味的菜上色 比如红烧肉和糖醋排骨 最后一个阶段继续开小火熬 糖色变枣红色加入开水 加开水可以防止炸锅和糖结块 这一步操作一定要注意安全 水烧开后煮一分钟 这个时候可以用来给咸味的卤制品上色 比如卤鸡爪、卤鸭脖、卤猪蹄等 最后连起来看一下 第一阶段水分刚蒸发完 现在是挂霜状态 第二阶段变成香油色 现在是拔丝状态 第三阶段颜色加深是琉璃状态 第四阶段加入开水是甜味的糖色 最后变枣红色加入开水 可以做咸味的卤制品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收藏转发 下期视频再见 把一碗小米到油锅里 出锅就是一道经典美食 尤其是小朋友特别喜欢吃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详细做法 准备一碗小米300克到盆里 再加水清洗一下 洗掉表面的灰尘和杂质 洗干净以后控干水分到电饭锅里 往里面加水 跟平常焖米饭的水一样多就行 怕掌握不好的 可以用手指试一下 刚摸过手指就可以 盖上锅盖按煮饭键焖熟 小米焖熟以后会膨胀 300克就可以做很多 焖熟以后倒一个盆里 加入盐8克 五香粉10克 紫然粉5克 小苏打3克 先把调料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匀以后打入两个鸡蛋 鸡蛋是起到蓬松作用 但是不能多放 抓匀以后 加入面粉100克 淀粉80克 面粉有粘性 这样更容易成型 淀粉搭配鸡蛋起到蓬松作用 揉到一块 揉成一个面团就可以了 板板上撒上面粉防粘 用手压一下 再用擀面杖擀开 也不需要太薄了 比颜元硬币稍微厚一点就可以 接着把四周修整一下 尽量的整齐一些 再往上面撒一层薄薄的面粉 这样切的时候不会粘连在一起 先切成长条 再切成小的四方块 用叉子在上面扎一下 这样做出来更漂亮一些 油温四成热下锅 少量多次下入防止粘连 下锅以后不要搅动 先定一下形 全程中小火 慢慢地把里面的水分炸干 大约需要炸三四分钟 炸至颜色金黄 全部飘起来就可以了 捞出控油 这样咱们的小米锅巴就做好了 根据个人口味 撒上椒盐或者辣椒面 翻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小米锅巴 口感酥脆 好吃无添加 当做小零食 或者追剧的时候吃 味道都很不错 尤其是小朋友 也是特别爱吃 喜欢视频的朋友 麻烦您点赞关注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 主页还有更多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见 苦瓜炒鸡蛋 切记不要焯水 也不要直接用油炒 学会今天这个方法 苦瓜颜色翠绿不发苦 鸡蛋嫩滑 小朋友也特别爱吃 苦瓜洗干净 切头去尾 再从中间分开 用勺子挖掉苦瓜籽 白羊多刮一下 能减少苦味 刮干净以后 斜刀切成片 大约是两门硬币的厚度 切好以后 放一勺盐 再放一勺白糖 翻拌均匀 盐可以杀出苦瓜里的水分 这样能减少苦味 白糖也有杀水作用 可以中和苦味 腌制15分钟 碗里打入4-5个鸡蛋 放半小勺盐入个底味 加入一些泡好的水淀粉 这样定型效果更好 也可以让鸡蛋口感更嫩滑 搅拌至用筷子提不起来就可以了 到时间后看一下 苦瓜以折不断为准 也杀出了苦瓜里面的一部分水分 再加水清洗一下 洗掉盐味和苦味 清洗一次就可以 攥干水分 锅里不用放油 下入苦瓜 开中火把水分炒干 这样吃起来更爽脆 也不会变黑 苦瓜如果焯水 苦味都在里面 很多人接受不了那个味道 尤其是小朋友 几乎都不吃 表面水分炒干以后 盛出备用 锅烧热放油 4成油温下入鸡蛋 油温太高的话 鸡蛋下锅以后会鼓大泡 那样吃起来口感比较老 下锅以后先不要翻炒 把锅转动 让蛋液接出锅底 大部分鸡蛋全定型以后 再翻过来 把另一面也煎一下 两面都煎至定型以后 再把鸡蛋炒散 可以稍微大块一点 炒的时间不要太长 没有蛋液就可以了 下入切好的蒜末 开大火炒出香味 炒出蒜香味以后 下入苦瓜 不用炒太长时间 炒至香味融合就可以 炒好以后出锅装盘 这样炒出来 鸡蛋嫩滑 能最大程度减少苦味 大人小孩都爱吃 苦瓜第一次不要放油炒 吃起来也更清爽 不油腻 下次你就这样做 保证全家人都喜欢